系指保新街因为未处自来水管线的末端 夏天经常都会无水可用 不过在更靠近山区的保新里12林 更是连自来水都没有 在接获民众陈勤之后 14号这天早上 市议员廖建良他就邀请了个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主要是要找设置加压站的位置 再向中央来争取经费 施作自来水管工程 虽然上次会刊过 住户们也都有装设自来水的意愿 不过就卡在加压站 设在哪里还没有下文 所以14号的上午 议员廖正良就再度邀请水公司市府 公所公路总局等一行人 到了保新街新台五路桥下会刊 如果都到枯水期的时候 因为我们这边的水 本身是用新山水库的自来水 就是有装自来水 如果说假如在枯水期 新山水库没有水的话 我们就用翡翠水库的时候 我们就变末端 所以我们水就有问题 然后最主要是我们石门里面 我们保新旅12林这边 它整个12林都没有 自来水都没有到那边 保新旅的保新街11林 因为是自来水的末端 到夏天的时候水压不足 所以说经常没有水能够使用 那12林还没有自来水 所以说上次来会刊过了 那我们是找个加压站的地方 那今天请相关大陆也到现场来会刊 找适合地点不容易 原本是希望设在路边的空间 后来又看了桥下 就是目前活动中心前的这处位置 希望能够设置加压站 也感谢我们廖议员 就是很在我们乡亲的反应之下 也帮我们争取就是说 我们现在自来水管 要埋设到12林末端 在12林的部分是山区比较多 所以就有那个水压的问题 因为本身我们这边水压就有点不足了 那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在这边就是在讨论 就是说我们加压站要设置的地方在哪边 那也很高兴 就是说今天会刊有一个初步的结果 就是可能我们加压站跟变电箱 我们可能就放在活动中心的这部分 要找加压站的土地放哪个地方 那现在就想说设在这个新台湖县 桥下的我们的保兴率活动中心的旁边这边 他们请我们的自来水公司提出申请 那这个土地的地方养护是属于我们气工所养护的 所以他提出申请之后 我们就请水利局送到水利局征取经费 就可以来施作 保兴率11林是有自来水 不过为除管线末端 夏天经常没水用 尤其住山区的12林 更是连自来水都没有 而这次就希望能够确定设置加压站的地点 接着向中央争取经费失作 解决这一代的民生用水问题 加成惠林细致采访报道